動物的定義 除了貓、狗之外 叫做 其他非人類 脊椎動物 這裡有幾種種? 有幾多個類別 一共牽涉幾多種? 這裡很大的 第二個問題 就是我們 用了一個叫做展示 不准展示一些 未滿三個月齡的 犬隻和貓 其他可以展示 這裡只是 貓和狗不行 還有一個 怎麼展示呢? 拍張照片算不算呢? 這個展示真是 我怎麼理解 現在我們的法律只是不可以展示 貓和狗 其他就可以了 你不禁我就可以了 如果我們剛才那個類別 再加上這個 我不知道將來怎樣 再下來的就是 我們有個條款就是要 難養的 它有難捨的生活 如果它不適應的難捨生活 誰去決定 自主 就很想它純化 在純化的過程裡面 如果它跟它對著幹一個月 那旁邊那個很淒涼 可能那個 你說它是否不必要痛苦呢? 不知道怎麼量度 這些都是我們自己需要在討論 在細則性討論的時候 我們怎樣去交代清楚一些事物 因為我們寫的時候 我們在理由陳述裡面寫了一些東西 但這裡來講 我們怎樣去判斷它 不適宜難養 再下來的二十五條 二十五條很特別的 這裡我 它是講警察和海關 飼養執行職務的犬隻 是不需要 民政總署批准 但中間是放了一句 這一句我才害怕 以及暫時進口的犬隻和馬 誰暫時進口 警察局暫時進口 海關暫時進口 因為是誰人暫時進口 因為你以及之後 可以解釋為不關那兩個部門 是的 因為你用了一個以及 這裡就斷了 前面是兩個政府部門 後面那個是私人都行的 那我不知怎樣了 再一個下來 就有兩個問題 在法律上面是沒有的 現在我們是禁止 那個鬥的時候 我們現在是 浦語國家經貿平台 突然間浦國很想來澳門 推廣鬥牛 我們出了這個法律 行不行 已經不行的了 因為明定了是不行的 我們曾經澳門試過作為盛事 鬥牛是作為盛事 現在應該是不行的了 第二個來說 我們現在有個動物保護法之後 我想知道 將來如果我們科技發展到 用工廠大廈去發展畜牧業的時候 我們這裡有沒有問題 因為第一個是非人類脊椎動物的時候 現在養魚 已經可以不見海了 整個石屎江養大的 現在我們街市賣的 可以是石屎江魚都有了 那我們怎樣去平衡這些東西呢 這個是一個產業上面的發展 我不知道現在可能大家會想起畜牧業養雞 養豬 養其他 可能將來養其他東西呢 我們要發展中藥業的時候 龜靈高要養金錢龜的 那怎樣呢 國家保護動物 所以在這裡我只是提出一些問題 可能這裡牽涉過了一些赤 但事實上我們怎樣去保留 開個活門 我們將來那個衝動業要發展的時候 在這裡又怎樣的關係呢 科技很難講的 我們現在的蔬菜是無土的 沒有陽光的 完全是塞內的 將來我們養這些東西都可以完全塞內的 那又怎樣呢 所以這裡來講 有些東西是要牽連的 我的問題在這裡 唐曉晴議員